昨天晚上我就被那個各種臉書就是研磨 看到令人覺得相當就是不能接受的狀況 那我先講原本我個人以為 燕女只是柯文哲一個人 是他個人的一個行為 但是昨天的就是各種的訊息 我後來看到發現 燕女不是只是柯文哲一人 恐怕是民眾黨整體的問題 而且問題相當嚴重 先回來講到底什麼是燕女 燕女並不是有沒有重用女人 燕女也並不是說你有沒有女性總幹事 燕女她其實是一個專有的一個性別分析的名詞 她講的是一種文化 把女人當成是物品 也把女人當成是他人 那我們這個社會長期當然一直存在的 也會有女性燕女 但是現在我們覺得遺憾的是 在台灣已經把性別平等 當成我們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的時候 政黨應該要引領大家 柯文哲為首的 而且應該是以女性為對象的活動 居然繼續出現就是把女人當成是物品 把女人當成是其他人 就是我跟你講話之外的另外一種人 那昨天已經看到空服員的職業工會出來抗議 他們認為就是裡面的所謂的空姐應援團 從服裝造型 就是似乎把應該要被尊重他的專業度的空服員的女性物化 那今天呢 我們又看到民眾黨就是開記者會說明說沒有物化沒有物化 我想很多事情不是說有或沒有就能講了 這個事情呢 在輿論上引發了一些反應 我們也立刻的去找了主辦單位 也就是這個後援會這邊來做了了解 那麼後援會這邊的說法呢 是他們當時是請了專業的舞團來規劃整個表演的內容 那在事前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是到現場的時候才看到表演相關的這個橋段 事實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裡面有涉及到這個飛機一些的情節 所以呢 這個舞團就做了這樣子的設計 所有的過程都是沒有 應該說我們所有的過程呢 都是非常的尊重各個職業 還有呢 對於女性也當然都是非常的尊重的 那麼後援會的說法呢 他們是認為說 其實舞團提出了這樣子的專業建議 他們當然呢也就是從善如流的予以尊重 不過我們也特別提醒了後援會或者是黨部的成員 未來如果要舉辦大型的類似活動 因為涉及到政治 恐怕呢還是要比較小心一些 那麼避免一些外界的紛擾 不過我們還是要強調 這些東西完全呢都是沒有任何歧視 或者是甚至是物化的意思 我們對於所有的職業 還有女性都是非常的尊重的 今天有提到說 如果今天舞蹈的扮演是 比如說日本或是韓國的服裝 可能等於說你也像日方韓方道歉 其實有一種這種被人家 好像特別去見風查證的感覺 對 的確現在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選舉 我們發現到柯文哲 動見觀瞻 而且是動哲得救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很容易會被貼上標籤 任何他出席的場合 相關的主辦單位 甚至呢也會 好像從背後被射箭的感覺 就是各種的批評指教 那當然也都隨之而來 不過我們盡量還是希望能夠把自己做好 剛剛您問到的這一點就是說 如果呢在這個舞台上頭 如果說穿的衣服是穿日本的衣服 或者是韓國的衣服 可能也會引發另外一波討論 甚至也會被指涉說 是不是對於日本朋友不尊敬 或者是對韓國朋友不尊敬 也就是說有很多擴大的衍生 在選舉期間的確是會增加非常多的紛擾 那麼為了避免這樣子的爭議 我們也特別提醒了 不管是黨部啊 或者是後援會的朋友們 當然我們非常感謝大家幫我們舉辦活動的好意 但是呢也要小心保護自己 因為現在真的很容易被人家見縫插針 甚至是過度的隱身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活動的規劃呢 還是要特別的小心 剛剛空服員工會那邊是說 就是民眾黨助長這種被 讓空服員誤化的這種風景 然後要求課問者來道歉 你們這邊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對我想剛剛已經提到了 其實整個事情呢 我們在整個規劃活動的時候都是希望能夠把這個活動順利的舉辦 當然在後援會的部分 他們有請了專業的這個舞蹈團體 那專業的舞蹈團體呢 認為說因為裡面涉及到有飛機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橋段 所以他們設計了這樣子的舞蹈演出 完全沒有對空服員對任何的職業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批評指教的話 也會提醒大家要特別的小心 未來呢不要再引發這樣子的爭議 希望活動都能夠圓滿的完成 參加選舉的肇事場合都知道 第一排做的就是你認為現場最重要的人 那這個一個以女性為主的姐妹會 在第一排的幾乎都是男性 除了我們看到柯媽媽 柯妹妹 或許還有賴相亦之外 這邊都是男性 女性呢被迫蹲在她前面 或者是坐在她後面 如果你這樣一個以女性要掃除性別歧視 就是忽視女性或是厭視女性的活動 那整個的活動參與者 甚至在發照片的時候沒有任何一點意識 這樣子其實不夠尊重女性 甚至是在最重要的位置排除女性的話 那我想我剛剛講的並沒有錯 燕女不是柯文哲一個人的狀況 燕女可能是民眾黨整個政黨並入高荒 那這是我覺得最遺憾的 我個人是因為受到主辦單位 跟姻緣團的邀請 希望我跟著我老婆 或者帶一些好姐妹們一起到場 把一個象徵 將柯文哲送進總統府的機票 送給柯文哲 我得到的訊息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為什麼現場會有一些活動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個舞團也不是我找的 那主辦單位會有這些 喬罪無事先也不知情 所以怎麼會有這樣的安排 可能還是得問一下主辦單位 或者是姻緣團那邊 所以議員 所以這部分不是您就是 一起下去策劃的 不是 對 我都知道 其實我是到場才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橋 我剛剛有講 其實我原先就是很單純的 會跟我的太太跟姐妹們 一起把一個象徵送進 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的機票給他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得到的資訊是這個樣子 對 是 但好像今天因為就是出現了一些 比較物化女性的這個 就是這樣的畫面 好像被外界認為不太適當 對 那我覺得這一點 可能還是要請這個 當然我會敦請我們的黨部 或者是主辦單位 甚至是姻緣團那邊 來多多留意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要造成大家的紛擾 是 但會覺得現在 因為整個輿論的壓力 整個風向帶偏 原本這個姐妹會是想要撕掉 這個柯主席的仇女標籤 沒想到目前現在 好像又多了一個 這個物化女性的標籤 那會不會覺得 柯主席這部分 我們會不會覺得 這樣子 我想我先從我的機長生涯 開始講起 因為過去二十幾年 我都是跟這群空服同仁 一起在天空上打拼 所以我對他們只有敬重 只有尊敬跟這個感激 那所以我個人 我相信我個人跟柯市長 絕對不會有任何一點 想要物化我們這個 空服同仁的一個心意 其實在過去 我們的空服同仁在 為了他們爭取權益 在進行罷工走上街頭的時候 我也親自到場支援他們 另外我過去還在工作的時候 在很多場合 我都跟他們提過說 為什麼空服人員 一定要穿裙裝 是不是可以設計一套 合適的褲裝 讓他們也可以自由的選擇 這樣才不是一個物化女性的做法 所以我在這邊再次重申 我相信我跟柯文臣主席 絕對沒有任何一絲絲 一好好要物化我們空服同仁的心 請大家能夠理解 議員想要問一下 因為當天另外還有一個癥結點 是因為當天他們的裙子 確實是比較短 也比一般空服原來的短 那上衣也是也滿短 那會不會覺得當天 他們這樣的穿著 確實優點不太是 應該這麼說 我們當然 因為我畢竟沒有參與策劃 我們會尊重主辦單位 或者是說承接這個案子的 這些專業舞團的一些想法 或他們的一個心裡面的一個計畫 那如果大家覺得真的有什麼 不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造成大家的紛擾 那我覺得我們會跟黨團 或是主辦單位 再次提醒要多加注意 是 那議員因為剛剛那個工會 他們那邊也有召開記者會 那他們是覺得說 您跟柯主席 他似乎好像要對這件事情 出面來道歉 對空服原來道歉 那您這部分怎麼看 其實我剛剛已經說了 那我再講一次 我對所有過去20年 一起打拼的共同仁 只有感激跟尊重 完全沒有一點點物化的這個心意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謝謝 那想要請問 因為現在其實這個輿論壓力 推出民進黨這邊 其實都一面倒的來 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物化行為 但是好像過去民進黨 這裡也是有出現過 類似的這樣子的表演活動 會不會覺得他們雙標 對 那我覺得 有志了啦 那我必須這樣講 我當然我可以理解 選舉到了 去選舉的工坊 或者這些議題 但是我覺得不要偏離事實太遠 那也不要有雙標的情形 如果說來討論一個議題 我覺得我們要把議題拉高到 怎麼樣來尊重我們女性同胞 或者不要再繼續誤化我們的女性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討論說 到底有沒有請這些比較可能穿著 比較清涼的女子來做一些表演 我覺得這個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魚肝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